基隆市長謝谷良一定很怕我們沒題目 我怎麼覺得我們阿伯的速度源源不絕 每天更新每天更新 更新的速度超級快的 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這個阿嬤說不要嫁阿嬤嫁阿姨 那基隆阿姨對不對 大家記不記得 他上個禮拜有來上我們節目 現在又有什麼事情 他在之前在7月7號是被基隆的警察給他驅離 那個二分局分局長說一二三馬上離開 那其實他那時候腳還受傷 那我們現在透過視訊連線 我們連線給這個阿姨 阿姨我看到你今天又有新聞 你開了一個記者會 你說你被警察查水表 對 我不知道這個小小的老人家 記者會查水表 人生70才開始 想不到我這個人生70開始就被查水表 那是什麼樣的情況 讓你覺得有這個查水表的一個情形呢 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禮拜六總統不是來基隆慶安公送扁嗎 對 那我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種 因為我常常看那個傳統序劇嘛 這個好像就是說 那個送扁這種是很很莊嚴 莊嚴濃重的事情 我就也走去慶安公看 那看完以後我就 中午我就跑到台北 因為我下午要去看戲 然後回來晚上我哥哥就跟我講說 因為 因為我哥哥他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他沒有進去慶安公 他只不過是在慶安公對面的那個彩券行跟老闆在開槓 然後呢也有幾個 他不認識的朋友 他不認識的人穿著 穿著便衣服就也在開槓 然後講一講 其中有一個人就說 那個某某某是不是你的妹妹 我哥就想 對啊 他是我妹妹啊 有什麼事情嗎 結果那個人也笑一笑 晚上我回家的時候 我哥哥就跟我講說 他白天有碰到這個事情 那我想說 因為我之前不知道什麼叫做茶水錶 我本來就有茶水錶 我長知識了 那你說你因為這個狀況 然後你哥哥跟你轉述之後 你心裡有心生畏懼嗎 對對對 因為自從7月7號我發生事情之後 坦白講我是有一點當兄 當兄當然就老人家也會想那麼多 想到我們小時候 經過那種 228的那種 陰影 還有白色恐怖 所以我講真的 我很怕台灣最近那麼亂 亂成這個樣子 哪一天 如果不停叫阿強的冠軍看會怎麼樣 真正我會怕 真正我會怕 而且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早上我就自己寫的 寫的自己寫的這個 警察自制 人民恐懼 是很恐懼 你不是有去叫二分局分局長說 強寒嗎對不對 有我今天出偵察庭了 那我還加告 除了恐嚇我 公然恐嚇以外我還 我覺得他是強制 我還告強制罪 還告限制自由 因為他限制我不能 所以我覺得此風不可掌 此風不可掌 真的此風不可掌 我看到當天是不是浩漢議員也有跟 我們阿姨 我有看到在Trade上面你有PO文 沒錯 那你瞭解到的狀況是什麼 其實這件事情 剛才阿姨講的其實已經非常的一個詳細 但是這一天其實我們跟他合照 或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其實這件事情還沒有發生 因為他可能在外部 所以阿姨還沒有知道說 他哥哥可能有受到關切的這件事情 但是阿姨其實當天有其實跟我講到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他除了被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的 被講說一二三秒要離開這個 地方以外 其實在這一件事情 就直視完了之後 分局還要求他留下 他基本的一個資料 那阿姨就很質疑 就問說為什麼我今天 我要留下我基本的一個資訊 你說當下他被排除 然後請你到對面邊之後 然後又請你留資料 請你把資料留下來 那警察的說法是什麼 我為了保護你的一個人身的安全 所以我必須要留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今天無論是怎麼樣的一個城抗 或是相關的一個意見的一個反應 我想過我們自己也辦過造勢 我們相關的如果有這樣 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警察還不會留下相關的 跟你要求一定要留下相關的資訊 但是在這一次的一個活動裡面 居然出現了這樣的 除了所謂的威脅要保護管束以外 甚至還做了這樣更多餘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不禁的一個質疑 就是說這個部分其實很明確 其實就是應該分局長就受到 相關的一個指示 要不然才會這樣做 那除了其實講坦白話 除了現在的這個查水表的一個事情 其實今天早上 我們又接到另外一個資訊 就是基隆市的民眾有反映到說 他們要去參加里內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居然里長現在拿出了一個文件 叫做申請查詢各資是否被盜用於 簽署罷免市長連署書 要求基隆市的民眾要針對於他的部分 要填寫姓名跟身分證字號 那這個部分要幹嘛 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在上週的時候 我們就有收到這樣一個信息 就是國民黨希望動用基層的一個組織 不管是議員或者是里長 要求曾經在里內 或者說在這個組織內部 有簽過連署書的人 要求他們填寫這個資料 然後去基隆市的選委會 去撤銷說他過去填寫連署書的 這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禁懷疑 為什麼像中選會去了解說 基隆市選委會 依照這個程序來講話 可以30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為什麼基隆市選委會 一定要拖到40天 其實現在就有這樣的一個 技術的一個模式 正在運作 甚至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今天下午的時候 基隆市選委會 針對於跟中央的部分 他們表達對於這個審慎的一個標準 不一 然後處長 這個就是民政處的處長 也是選委會的總幹事 他有講到說 現在選委會要寄出 相關的一個查詢單 去問民眾 是否你的身份有被冒用 或者是盜用的一個狀況 或者是你的連署不具效力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在前一陣子 我們收到非常多基隆市基層的公務人員 跟惡性員工最擔心的一件事情 因為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去進行查水表 所以其實就我們現在來看來的話 不管是國民黨從中央 針對於選霸法的強硬的修法的一個態度 甚至是說基隆市選委會現在的作為 以及基隆市市政府現在要求里長 或要求基層組織去動用的這一件事情 其實都是對於憲法保障人民 對於罷免權的這一塊來講的話 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一個踐踏 所以我覺得說實在的 謝國良市長如果今天還是透過這樣的一個模式 去壓榨人民表達他意見 或者是表達立場的 表達聲音的這一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接下來的火只會越燒越旺 要不然說實在 怎麼每天都有謝國良的新聞 謝國良的新聞 我看那個週末在配勝團 那個RG這樣子 吉他 然後還沒有捲完 就是捲到地上 滾滾滾滾滾滾滾出去了 對 就是說我覺得基隆市政府 其實真的不夠聰明 就是你對於人民權力限制的越多 反彈就會越大 就越不利你的罷免案 所以不管是對於這個阿嬤 阿姨 對不起阿姨 就是你對這個阿姨的態度 或者是你對於連署書的 這個不斷釋放出這種刁難的訊息 這件事情其實會 讓人民的憤怒值持續的在飆高 而且對於這個阿姨的 他的兄長在對面的採券行跟人聊天 而在對面跟肩的人 他到底是誰 他到底是誰 他為什麼知道說阿姨的哥哥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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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